主料,牛肉250克,主料,阿里100克,盐半勺,生粉一勺,料酒一勺,花生牛三勺,土豆两个,胡萝卜一根,洋葱一个,蒜头两粒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牛肉切粒,加生粉,料酒,盐盐至半小时,土豆,胡萝卜切小块, 洋葱切丁,蒜蓉切好,放油热锅,下蒜蓉爆香,放洋葱烟香,洋葱炒香,变黄后加牛肉,牛肉飘香变色后,加土豆胡萝卜,后炒到五汤时,将水为汤,大火烧开,转小火,慢炖半小时后,关火加咖哩块,融化后快速搅拌,再开火煮两分钟即可出锅,让咖哩淋在白饭,香喷喷的咖哩牛肉半了,哦, 烹饭技巧,牛肉煮久些,汤的味道更浓哦,牛肉的口感更好哦,另外加入咖啡块融化后要快速搅拌,以免糊了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感谢观看